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的报道 美国总统高级顾问透露 美国政府正认真讨论将第五代F35战机 出售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问题 库什纳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我们正讨论这个问题 并且正非常认真的加以讨论 让我们看看 当我们与以色列国会和其他合作伙伴磋商后 会发生什么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 阿联酋有兴趣购买F35战机 据悉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反对将F35战斗机和其他现代化武器 出售给中东地区任何国家 包括与以色列保持和平的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空军已经结装F35兼机机 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8月一致同意关系正常化 并计划于9月15号在白宫正式签署协议 根据协议 以色列将暂时推迟 将其主权扩大到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决定 此外 以色列和阿联酋还打算签署在 投资 旅游 直航 安全 电信等领域的 一系列协议 巴勒斯坦领导曾宣布 其坚决不接受和谴责三方协议 A刘臣